新冠病毒的流行依然严重 全世界一千多万人确诊 五十多万人死了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已经知道 要戴好口罩 要勤洗手 要少聚集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吃饭的时候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想吃饭的时候 无外乎几大要点 因为新冠病毒它的传播 是烤气到 气墨飞墨传播的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 要相对独立一些 自己吃饭最好 一个人吃饭 在一个空间吃饭 如果人多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新冠疫情不重了 大家也开始在一起聚集聚会 要吃饭 那么可以 但是要相对距离远一些 排座位排得远一些 第二个大家一直在倡导 就是要用工块 就是每个菜 大家都要用工块 也不要有以前的那种 凡文乳节的礼节 互相加菜 最好不要互相加菜 加菜的时候 要使用工块 那么最好就不要加菜了 因为新冠病毒 还有一个最大的传染途径 就是接触性的传播 把病毒喷到哪里了 哪里很可能 一接触 它就传播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最近的一些现象告诉我们 比如说在冷鲜市场出现了一些小范围的流行 那么吃饭的时候最好都是吃加热的食品 那些新鲜的冰鲜的这些食品 我们尽量少吃 我最近也出去吃饭 发现确实现在刺身类的东西已经没有了 那么多吃一些加热的食品 那么吃饭的时候 说话的时候要轻声细气 要不要互相对着大声的说话 等等这些细节做好 第一个防气道的飞沫传播 第二个防接触传播 第三个就是从传染源的角度看 我们不要吃这些冷鲜的食品 因为冰冻的这些东西 如果有病毒寄生上去的话 它存活的时间比较长 那就太多吃了 咱们再次来看 记得这个好 Armen 感谢观看